第二季第八集又和大家见面,首先温习 上周介绍过《一门五结》《门字报》的五个粗口 然后星期一第七集介绍了黑社会的暗语隐语 例如《朵》、《钉盖的钉》、《雷器的雷》 如何进入我们的日常用语里面 今集继续讲香港话的形成 语言本身是文化身份的认同 因为它在地文化慢慢演进发展出来 而去到一个地步,比如说黑社会隐语 一群人自己的围来人用暗语方式沟通,或者手势 就告诉大家我们是同门 盘问人的时候,看人家是否懂得回答 念首诗的两句,看下半两句是否懂得回答 或者用暗语去回复呢 就算是否是自己人 因为黑帮以前他们去到另一个地方遇到同门 他们要知道大家没有认证 就靠暗语去偷通 慢慢香港是一个龙蛇混习的商业城市 很多黑语暗语通过小报 小报纸、电影、漫画等等 我自己看黑语暗语最多的 其实是源自于七十年代的漫画 或者漫画报纸 黄玉郎的漫画等等 有很多被视为 当时来说是禁语来的 被父母知道也很麻烦 不准说,好像说粗口那样 慢慢说一下 比如穿草 在正统的报章里都常用 穿草就是穿草鞋 黑帮说走路就是穿草 所以这些暗语本身 每一个时代都有他们潮流的代表 比如在五、六十年代就是黑社会 黑社会就是潮流代表 因为大家都觉得黑社会很有型 对抗殖民地的黑警 所以那时候不一定是坏蛋 英雄化了在漫画里的小流民 其实就是类似黑帮 也有黑社会的电影 比如说数字电影 邵氏那时候426 黄宗导演的数字电影 全部都是415 白指线就是415 426就是双花红棍 全部都是来自于黑社会的术语 殖民地政府反而不禁止 426 所以对我们70年代成长的人来说 就好像是日常生活里面的一部分 黑社会 所以他们的暗语就进入我们的 先成为潮语 再成为一个小众的语言 然后再普及化成为大众的语言 这就是语言的演进 跟着社会发展 所以你不可以纯粹看哪个政治正写是怎样 我觉得这些很老土 整天强调要正音 政治的音要这么读 政治要这么写 语言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沟通 为了沟通的话 于是大家就要约定俗成 大家也有agree的字 是用这个字的 比如达到的达 是用达生鱼的达 剔手边的 大家就用达到的达 不需要硬地改成竹字边的达 另外一个就是 脆微性 大家沟通的时候 不是纯粹你理解我的意思 比如我说你有没有雷气 那为什么我不说你有没有义气 为什么要用雷字 没有雷呢 比如我说莫财 莫姜 或者踢球踢到莫气 那时候 林尚二河 铐江 港帮 常常说莫气 我们小时候听到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就是莫财莫姜 莫气 即是没有气 没有钱 没有吉士 没有胆 然后没有气 全部都是由这些黑帮隐语 但是除了黑帮 我上一集说过 就是丰富我们的语文里面 有几种 刚才所说的外来语 比如我们 通圣里面的 就是广东话 英文 比如的士 巴士 就是外来语 我们把音译成为巴士 或者的士 另外一些外来语 更加多 就不是来自英文的音译 我们很没关系 是日语的 汉字架借过来 就成为我们 比如电话 电视 或者是这些社会 共产主义 这些全部都是由日语 用过来的 但是因为它和普通话 没有分别 变成书写中文 那我们用广东话 去发音 但是它实际上 跟普通话 是一样的 没有分别 但是很多日常用语 就是本土 本土 除了黑帮之外 今天说的 十分之后 打机 留意一下 我们成长街的基谱文化 我们小时候就打 咚咚咚咚咚 打乒乓球 然后就是打怪兽 五毛纸的时候 很贵的 就是桌面机 都没有彩色的 是很简单 很简陋的桌面机 18bit 跟着到出卡片机 Donkey Kong 那些 青蛙过河 接着就是街机 街机里面影响最厉害的 当时成为罪恶温床 警察好 父母好 家长教师全部都视这个机袍 是罪恶温床的 烟雾弥漫的人又煲烟 接着里面又打架 因为打机很容易爆发冲突 在里面经常有这些冲突 去机袍就成为好像去毒窟一样 在80年代 当然我认为街机袍就已经没了 完全消声匿迹 不知道还有没有旧区里面 在80、90年代里面 那些机袍的文化 就等于我刚才说了 上一集说黑帮、妓院 当时这些潮人出入的地方 他们用的行内术语 隐语就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的广东话 香港话里面 就成为其中一部分 那今集我们说什么呢 打机 譬如很简单 你和我都会常常用的挑机 是吧 我们好像习以为常 这个人挑机 这么串嘴 是吧 唱完这些红歌 还要反驳 为什么这么串嘴 向歌迷挑机 挑机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叫做挑战 为什么呢 就是一些挑人性的言行 大家如果熟悉在80年代的机袍文化里面 我们叫做跟机 跟机 然后跟着挑机 跟机是什么呢 唱好散指 就是说到第二个打完之后 到你下去打了 因为那时候一些流行的 譬如街霸 或者拳王 那些 大家都要跟机 挑机是什么呢 就是有个人坐在那里 本来是跟电脑打的 你就在那里 一元进去 然后跟他单对单只抽 就是叫做挑战他 那些人就被逼 本来跟电脑玩开 就要跟你玩 这种就是叫做挑机 对战的模式 而引申在我们的香港话里面 你跟那些 没有经历过街普 街普年代的人 你跟他说挑机 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所以很多时候 是那些内地人 来了香港的新移民 当他就算学习了广东话 也好 他不知道这些地道广东话 其实 他知道会说 他未必知道意思是怎么来 甚至是不懂用 他们的语言 比较频发就是这个原因 我刚才说 跟机 跳机 还有 屈记 这几样东西 都已经进入了我们的 香港话的常用语字表里面 屈记是什么呢 就是 这些叫做不公平的竞争 就是说这个人都很屈肌 就是专用一些方式 不君子的行为的方式 令到对手毫无还击之力 就是来自 我没有记错 应该是拳王的 这个街机游戏里面 可以出连续忌 打到对方落花流水 而无还击之力 就是利用程式设计里面的漏洞 令到自己得益 对手没有还击 这就为之屈肌 我刚才说了 街机术语就是有根肌 有挑肌 有屈肌 但同一时间 我们在游戏机里面 将一些日文的汉字 将它普及化 譬如我们今天说的必杀忌 必杀忌 平时我们叫做绝招 我们就不会叫必杀忌 但今时今日我们用必杀忌 已经用到常用语的一部分 其实它是日文 是打游戏机里面的述语 叫必杀忌 就是你选择的人物本身 总会有一个绝招 例如街坝里面的波动拳 一出就行了 就是必杀忌 于是也成为我们 进入了香港话里面的常用语 就是来自机谱里面的用语 还有就是 譬如 打大佬 打大佬 以前我们叫做 选择最厉害的 来挑战 我们在社运里面 经常都会想到 如何打大佬 打大佬就是逼香港里面 最厉害的 包括后面的共产党 逼他出来 打大佬是什么呢 就是跟游戏机里面 最后那个 爆机之前 你要打赢的 打赢的话 整个游戏就完了 就为了打大佬 我记得有打中佬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错 就是说中街出来的人 就为了打中佬 另外就是爆机 刚才说过 屈机 说过跟机 说过挑机 爆机 最早出来的 就是打爆机的简称 就是打完整个游戏 就是这个街霸游戏 就是打爆机 到最后 挑战完大佬 打完大佬 就打爆机 另外一些 就是把一些 黑社会的隐语 进入到游戏机的 街机的用语 然后再普及化 比如一对一的 我们大陆叫做PK 我们叫做赤秋 一对一 就是赤秋赤 这些本来就是黑社会的暗语 赤秋 然后再进入基普的文化 就成为用语 那为什么会是一个潮流呢 我经常都说 为什么寄语 就是寄院 色情的用语 譬如我们 现在很少用一流一的术语 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就是什么 很多日本AV里面的用语 譬如颜舍 就是在他们行内的用语 就是AV的长面的用语 移用了过来 就成为普通话里面 就是我们日常的香港话里面常用 所以我就说 无论是色情 黑社会 和打机都有一个 共通点是什么 大家想想 共通点就是一种禁忌的吸引力 但是为什么你不会 从大律师的术语 医生的术语 或者是教师的术语 去移用 入我们的日常用语里面 或者是借用呢 是因为我们反而喜欢一些 好像有禁忌 你说出来的时候 你懂那个暗语术语 又好像觉得 自己是走在潮流的尖端 鬼佬有什么呢 我们叫做Gangster Slang 街头黑帮 比如Hip Hop里面 有很多Gangster Slang 就是把街头黑帮用语的英文 入到他们的歌词里面 就变成Gangster Rap 就是黑帮街头的Rap 所以 你说有没有呢 有的 其实这些LMF的Hip Hop里面 其实都有这些 将街头的 广东话 我们叫香港话 应用在歌词里面 但是更多的是 因为它有一种禁忌的色彩 大家就觉得很吸引 很特别 比如很简单 就是那些很正路的 很老正的 新词汇 是没有人用的 包括共产党创造的 爱国词汇 我们也没有人用的 但是反而 就是来自 我刚才说的 例如Gap 正正因为Gap 被主流的社会 认为是 藏污立旧的地方 于是我们就会 用了街机谱里面 那些用语 就进入了我们的香港话里面 我觉得是一种禁忌游戏 这是很有趣的 很多地方里面 他们的Slang 都是跟他们的禁忌有关的 同时是什么呢 就是 亦是代表了一种青少年文化 比如现在的网络潮语 因为Gap 色微 大家反而就有很多 在网络上的用语 譬如我们之前说的 词字 其实是进入了网络潮语 冲出来 词 于是 就变成普及化 离开了原本的 所谓 一个粗口的语境 在语言的发展里面 所以我经常看什么呢 为什么我会觉得 厉害的广东话 不是一个语言的节目 而是一个香港文化的节目呢 就是当语言是我们的 culture identity的时候 你只要细心去分析 这些语言的起源来龙去脈 你不是要追求 字的字意 字源 字根 读音的正当性 我觉得是没有意思的 这些 也不要玩 广东话是一个很分 很有趣味的一种语言 反而你慢慢去拆解我们香港话里面 哪些跟香港某个时代的发展 某一种的历史文化有关 这样的话 你就会发觉 咦 在语言的背后 其实你在说的就是香港历史 我们谁没有经历过80年代的基普的历史 其实那一段已经成为过去的普及文化 就是日本文化如何在地进入我们年轻人 我们小时候由砌田弓模型开始 砌军事模型 长谷村的模型 我们那时候在模型谱 我们学日文汉字是什么 是看模型谱上面的盒 然后跟着什么 去信和中心搭咸带 范岛爱的年代就是去那里搭咸带 于是就开始看到咸片的封面里面的日文汉字 开始想想什么意思 因为日本代表一种青少年里面的先进文化 于是我们在那边借用一些智慧 比如游戏机 我们说街霸拳王 是两个日本最重要影响香港 青少年文化的游戏机 于是在游戏机的次文化所衍生的语言 我们就吸纳了它 在年轻人的世界里面 就成为一些潮人的语言 慢慢慢慢就连大人成年人都用 我们现在都用了 飘机、屈机、跟机等等 爆机等等 全部都用了 然后可能到互联网时代开始了 接着YouTuber兴起了 接着很多网络上的讨论区 那些用字了 慢慢慢慢经过高灯、连灯等等 又再普及了 于是又会成为社会发展的缩影 研究社会发展有很多门口 语言就是其中一个门口 通过了解香港话 那你就会知道 再进一步了解 就是那段的社会文化的历史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 《厉害的广东话》这个节目里面 我觉得自己最有兴趣的 去做research 以及最有兴趣跟大家分享的 这一部分 你会慢慢发觉 其实不是广东话这么简单 而是一个香港人的文化身份 今集再见 拜拜